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他们在分享自己生命中高低起伏之前 先简单帮助我们来认识他们成长的背景 首先我们先请秀秀姐来分享一下她成长的经历 好 大家平安 我原生家庭有七个兄弟姐妹 所以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陪伴弟弟妹妹 那爸爸妈妈都忙着做生意 所以对我们众小孩们的生活照顾 其实是放任式的 也就是自由发展 那孩子虽然很多 但是我们的物质 经济 其实都是还是上市小康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很早就离家 在外地读书了 一直到爸爸跟妈妈他们有一个婚姻的暴风圈的行程 也就是爸爸外遇 所以也让我为了要逃离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 我在19岁就结婚了 进入到我既向往但是又害怕的一个婚姻窝 那因着因为我们是早婚 所以我们有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的孩子 是同一组爸妈 原来美秀姐这么早就嫁给东一哥 想必东一哥当年一定是英俊廷吧 气雨不凡 才会抱得美人归对不对 那东一哥要不要分享一下 谈谈当年跟美秀姐风光的过去 我跟秀姐其实是半对 但也是因为早婚 在当时的时候我们家里面的话 刚好遇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经济风暴 就是因为我弟他出车祸 所以那时候家床的经济其实是不好的 哇 可是秀姐那时候也是他怡然决然就 嫁到我们家这里 也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当时我开始要入伍 入伍的时候我就想到说 如果考警校的时候 还有在搜寻期间的话 还有一些的基本收入 是 所以我就考进警校 不过在考警校的时候 因为我们毕业之后 他是按成绩分发 所以那时候我是蛮认真蛮努力的 所以我就用以警校第一名毕业 不过也因为这样子 除了可以签到比较近的一个 离家比较近的一个单位服务 另外也是因为顶得第一名的 那个成绩的话 其实在重警的时候是蛮顺遂的 因为重警之后 其实我在服务期间 我经过一些的 里面一些的特考 一直不顺遂 然后又遇到了一些的状况 然后又那时候修者 因为他一个人在持家 其实两个小孩 他这样带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所以那时候刚好在服务见满之后 我就依然辞掉 因为家中的时候 他已经在创业了 是 所以听起来应该是在 创业的人生高潮叠体当中 是一个大翻转的开始 我相信美秀姐应该是 最棒的弦内助 对不对 是东一哥人生高峰的推手 来我们来让这位推手 伟大的推手来分享一下 站在男人身后 这样不容易的心路历程 对啦 是推手 推科的手 对 没有那么惨啦 就自从我先生入重警以后 我就开始一连串的创业 我记得我那时候 才22岁 就开始到百货公司设柜 然后又再开了很多精品店 展店展得很快 我记得手上最多的记录 是八家店同时在进行 然后就当时候人称会说 这是女强人 也就是因为这个封号 让我就迷失于金钱的洪流之中 那别人逛街是买衣买包 但是我一出去逛街回来 我可能就订了一个商场跟一间房子 真的假的 那时候呢 假日其实就是我们的钞票日 那平日呢就是我们的备货日 所以呢虽然我们在生活的物质上是有很大的满足 但是呢赚了一些房地产跟金钱以后 我却是呢被金融海啸淹没了 然后也让婚姻这头猛兽呢吞下了我所有的一个建造啦 还有事业家庭甚至于孩子的关系 我都完全失控了 那我记得我自己将自己关在一个窗帘紧闭的一个房间里 我不敢去面对那一些关系破裂的失败 甚至在一个下大雨的下午 我记得我开车到海边的时候 我真的是想要往海平线那边冲 就觉得是不是能够一了百了 在我自己很深的一个问号之下 我问我自己说 这样真的能够一了百了吗 在我一直追求的一个所谓的一些满足 是原来是充满很多矛盾的 其实我们在创业那段期间 那个都有一个观念就是说 我们累个几年就可以提到去退休 但是跟我想象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因为那时候我一旦退下来之后 其实我在旺季的时候 我的工作时间的话是超过二十小时 连睡觉都是一种奢求 这样持续这样过 而且再加上我们展店的速度太过 那个脚步太快 那也招致了就是出现很多的管理不良 还有人员训练不足 那之后又遇到了食安风暴 不然种种的一些失败的 那些的诚意都一直都叠加起来 其实就整个经济变下滑 我还记得那时候其实我们最 我跟秀秀最害怕的就是中午听到 那个电话铃声 那个铃声就有点像 像那个锁闻的声音一样 锁闻铃声 那个铃声吼我们都害怕到什么 那个恐惧到 因为他就在来吹飘 听到那个声音 就有点像鸵鸟一样 在那个经济的压力 我们变成是 我说真的 我是一个老板 我变成我不是一个丈夫 我不是一个好的父亲 因为我们都完全迷失了 我们都在那个经济的恐惧下 我们这样过日子 而且我也发现的话 今天我也发现 其实我不想面对那样一个失败的光景 连修学也是一样 我也说想说 我要去怎么去解决我这样失败的一个方式 我那时候就计划说想要去 我怎么去了解生命的话 可以拿到那个赔偿金 哇 那这样的话就是 我可以多对我的失败人生做一个交代 让契恶化不会被 我手留下的债务去影响 哇 不过我看两位今天好端端坐在这里 应该有些特别的事情发生 对不对 要不要请两位分享一下 把我们的心都掉在那里 不知道该怎么办 到底怎么经历神特别的恩典 来请修修姐 我呢 我是从新的工作职场当中来认识神 神拆派了当时我的主管 祂不仅在我的一个工作领域上 来陪伴我 然后也让我很多学习 祂还分享祂的一个 对生命的态度让我觉得很惊讶 特别是他爽朗的笑声 因为我了解他 他是一个失婚单亲 又要抚养两个孩子的一个妈妈 但是呢我常常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的时候 我会觉得奇怪 你所经历的压力不比我少啊 特别是他先生若是要从大陆回台湾的时候 他就要拎着行李箱到处去找姐妹 可以有一个寻求住的地方 但是这样的一个经历 他却能够跟我分享 特别是他在分享说 他所依靠的那位神 是创造风与空气的神 我突然真的就觉得 一直以来我都只觉得只想要赚钱 哪边的神能够让我赚大钱 我就去哪边拜 我从来没有去思考过 其实一直在供应我空气阳光 这样的一个大自然 我从来没有去想过 有一位造物主 特别他还跟我分享 在圣经里面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说凡劳苦丹重丹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是 听到这里的时候 我真的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真的吗 是真的吗 而且只要祷告就可以了吗 这样就能够让我不再害怕 银行的电话来 还有让我们夫妻 不用天天吵架 离婚离婚 或者是锅碗盆瓢在空中飞 甚至于互相肢体的一个 争执过后的瘀情跟流泪 我一直在想说 是真的可以让我混乱的生活 能够回到正常吗 那东宇哥这边呢 其实我那时候就是会 在想要去执行那个计划当中 我在想说 那在活的最后一天的话 先去见家妈妈 我就去探完妈妈 那天我跟妈妈的互动 其实好像没有一个 特别的一个异常 可是呢 在那个互动当中 我发现的话 那个时候的空气好像都被凝结住了 而且很久以来我没有感受到那种爱的那种感觉 那种温暖的感觉 居然我在妈妈那时候 她的一些的一举一动当中 我居然会很明显去感受到 那时候我就 我那时候就是开始就很深思 在一边吃饭 我妈妈她买了一篇在那边吃 我真的在 有点在思考人生 也是这样子我就犹豫了 犹豫了之后好像明白了一些什么 但我说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但我好像觉得我就是被 有那种被爱的感觉能不能感觉到 真的觉得从妈妈那边的话 就会感受那种母亲的爱 她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是她没有说出口 就这样延迟 后来我就参加了去 那时候就是她已经参加了一个团体 就在西边西当中 有一次她们在户外敬拜 就在大经营地 那时候就陪伦到那边 在那次的话 我就遇到生命中的一个属灵人 一对福福的藏匪 也借到她们 然后我开始对人生的话重新去认识 我就那时候就去认真的去看圣经 我那时候还没有熟悉 可是我在圣经里面我看到的话 我发现它是很多的人生的道理 跟生命的意义的价值 可是我总觉得的话 那些都是道理 但它不能解决我任何的一些的 债务的状况 所以其实我在那时候 其实我是带着很多的疑问 那时候我就开始的话 就在寻求神 人家告诉我说 你要去经历神寻求神 我在不断祷告 在这样去经历神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送货 我那天来货车的话 那个 其实 很久以来的话 他只能听到两个广播节目 那天的话就是刚好下着雨 晚上到七点到八点那个时段 后来就在 那个时段的话是刚好一个法师的 他一个广播的一个娱乐时间 可是就在那个节目 他结束的当下的时候 就突然间有一个致命广播的人 他就突然说了一句话 两千年前有一个 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 这个人的名字就是耶稣 在法师的节目后面接这个 太特别了 为你预备的 我那时候就突然间 就眼泪一直流一直流 我吃到很不容易 我也知道其实圣灵在那个时候 就莫早东一个的信 对不对 让你很深刻的感觉到 好像当你觉得想要让这个人生 生命搞一个段落的时候 神就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 让你可以体会到爱 让你可以体会到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也让你听到一些 原来有人 有这位神 猜浅他爱之为你的神 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生命中 翻转的一个大机会 对不对 真的很奇妙 感谢神 那谢秀姐这边呢 对啊 在神这么恩典 怜悯的之下带领我 我到这里 就是到这个教会的第一次 也就是最后一次 因为这边要盖新的教会了 所以当时候我们没有赖 所以每一个礼拜天 要在哪里聚会呢 都还不知道 但是就傻傻的跟着说 哪边要爬椅子就去爬 就这样子 我真的是就这样傻傻的跟上了 所以 我想我就是那个99羊 外的那一只被神不放弃的巡违的羊 那神呢也让我在教会里 有很多学习 特别是在刚刚东一讲的 其实我们刚信主以后 并不是马上就经济被翻转 甚至于我们的婚姻关系 都是在教会当中 慢慢被修复 那神让我明白了 跟他的关系恢复以后 我知道自己的身份 神还让我引领我去学习如何来顺服我的先生 特别是那种将自以为自己有主权的那个部分有销出来 而且甚至于翻转我那扭曲的一个价值观 不再是一件五万块就是最好的外套 那我发现 其实原来神的丰富 不再是金钱物质 而是能够满足我真正内心 一直在寻求那一个安全感 所以来到教会以后 我们就在教会生活里面有读经祷告 还有灵修 如今呢 现在的假日呢 不再是钞票日 那是能够来到神面前的安息日 那平常日呢 也不再是备货日 而是能够在教会里实时被装备的日子 那当我自己想到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 甚至于那时候会觉得 神啊真的好爱我嘛 爱到那个爱都满意出来的时候 会忍不住的想要去传福音 然后会很兴奋的每一天要为主活 口里呢 以前我常常喜欢唱流行歌曲呢 也不再唱了 现在就是好多诗歌呢 充满在我们的口中 常常就开口 唱诗歌来赞美神 然后心里常常也想到 神对我们的一个美好计划 真的就很开心 然后看到了 教会里弟兄姐妹的灵魂 被得救的时候 我们也无比的开心这样子 这就是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 也是充满神恩典的生活 哇 神真的太奇妙了 对不对 真人不知道跟你们一起 要赞美送赞神的座位 看见两位今天的景况 真的是无法想象 秀秀姐刚刚说的 那个过完瓢盆满天飞 然后夫妻彼此动手 然后彼此连天总的日子 我觉得过去不管多少伤害和痛苦 多少危机跟难处 我觉得靠着上帝的恩典跟代理 一步一步走过一点一点恢复 凭着心心仰望上帝的引导 我们也能够看见 雾云之上仍然有蓝天 仍然有阳光 感谢神 也要让我们能够听到 你们美好的见证 也让我们去经历到上帝的恩典 愿今天早 我们今天下午的这样一个 节目的分享 让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得到激励 愿神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和